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合伙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史莱姆 它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质地 然后我们这个呢 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的彩色的这种的水粉颜料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西胶 它其实呢 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史莱姆的年胶 然后我们可以等会呢 是去跟大家做一个开箱的展示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我们还可以继续再来做一个混合的展示 我们这个它的本身的话呢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 在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甜的一个颜色 有非常多的颜色的一个混合 然后它的质地呢 非常的像我们的丝绒黏土 我们的Silk Clay 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的时候有点像我们的泡泡糖 或者是棉花糖 拉起来的话呢 也有点弹弹的 有一点粘性在里面 当我们把手指头 然后往里面伸继续拉的时候 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里面是有一个拉的这个粘粒在里面 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酷的 然后我们这里面呢 混合了绿色黄色和粉红色 嗯我觉得 总的来说的话呢 还是少了一个我们的蓝色 如果有蓝色的话 会更漂亮一点 当然蓝色就在它的底部 没有很好的混合在一起 闻起来的味道有一点点我们的柠檬的味道 如果我把它全部都混合在一起了的话呢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漂亮的转变呢 如果给它再重新的混合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橘色 现在它还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 呃一个类似于我们这个 彩虹的颜色 哦 这边是挠了一小块出来 但是明显这是不够的 它的手感呢 没有那么的史莱姆 没有那么的黏 水分没有太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的话呢 它的手感更偏向于我们的四绒黏土 更有那种磨砂的感觉 我们这边呢 是我们下一个史莱姆 里面是我们黑色的石油史莱姆 然后本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微波炉当中 如果你把它放在了微波炉当中的话呢 它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也是非常的好玩的 它的手感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神奇 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了我们的手上的话 它里面呢会非常非常的黏 然后它有点像我们这一边的 嗯 感觉是非常黏 然后非常非常神奇的这种的胶 感觉放在手里的话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 这种有点像打了的这个胶水啊 或者是其他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一个 可以拿去玩的一个史莱姆的黏土 哦 现在我是整个手都是这个 嗯 那我还得把它洗掉 闻起来的味道呢 很奇怪 它会闻起来像苹果的味道 但是它的黑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 会留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哇 这边呢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史莱姆 但是呢我们这边应该不会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它最开始拿到的手感呢 是非常非常的硬 在上面呢 在上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 小的小球球 有点像我们的珍珠豆 或者是海绵豆 闻起来呢也是像柠檬的一个味道 但是呢 我觉得它如果要拿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顺利 尤其是在遇到了它这样的一个瓶颈的地方 想要拿出来的话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需要把它勾很大的力在上面 啊 我们终于把它拿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拿出来 给它整理一下 在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小糖豆 就像我们之前呢跟大家介绍的那样 上面的话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小的黏土啊 都在上面 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手的皮肤上的话呢 还有一点点的黏黏的 嗯 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的话呢 是每天每周都会进去追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就能够直接收看到了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啦